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太可能 因为其实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 我的旌旗是很不顺利的 我是可以一个月来三次的那种 阿姨想来就来 然后她走了 明天她又来了 你就想说天哪 为什么每天都在阿姨的那个状态里面 然后后来我就去看医生 然后医生就建议我吃条晶片 就是每天吃定时的那种 所以我后来吃了一阵子 然后人家就说 你如果有想要生小孩 你不要一直吃那个西药不好 就带我去看中医 我去看中医 中医就说 你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 不是被子掀开起床 刷牙洗脸 不是 你要先量体温 我就量了一个礼拜的体温给她 医生看到吓到 她说 你的基础体温也太低了吧 你的子宫都没有在工作欸 你要吃多久 我说大概吃了六年吧 后来你中间有停吗 我说我想到的时候 会停个一个月两个月 但是就是因为经期很不稳定 对我工作会很 我的情绪什么 其实都会有影响 所以我都会一直吃 她说如果你真的想生小孩 你不要再吃了 然后 所以你听了之后 他就说你要吃那什么中药 然后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 瓜类都不要吃 都要避开 然后什么什么 太凉了 我听完我就觉得 天哪这个人生也太不快乐了吧 那我还是去吃西药好了 所以我就一直吃到现在 对 所以你不担心 他们说这样吃了对于 以后可能怀孕的记忆 反正我也不想生啊 就不要生了吧 但是现在不想生 不代表你以后也不想生啊 对所以这件事情也有跟很多朋友讨论过 因为譬如说我有妈妈朋友 也会跟我这样讲说 搞不好你40岁 你经济能力也许可 你可能就会想生 我就说 其实我想过这件事情 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忍受 怀胎10个月那么辛苦 因为我看每一个朋友怀胎的过程 当然也有甘之如疑的 为什么你看到真的全部都负面啊 我们看到很多很开心 还拍什么孕妇写真啊 很开心啊 他秀给你看那是他开心的样子 他希望你看到他开心的样子 你有真的很好的朋友 你会看到那种 脚腫了跟什么一样 然后产前忧郁症 产后忧郁症 胃奶胃到边胃边哭 不要再咬我的奶头了 那奶头都破皮 我觉得那个是一件好伟大的事情 好美的事情 可是我没有办法容许这件事情 在我身上 那如果那么痛苦 为什么有人生一个 两个 三个 他喜欢 他爱孩子 他很想当妈妈 他很想当妈妈 享受这个过程 可是我觉得我听完我会觉得说 哇你们很棒 这件事情很美 可我不想享受 谢谢 我不想 我只想要看孩子很可爱 要喂奶 要大便 去找妈妈 来跟阿姨玩 可以 对 我知道现在她立场 现在感觉还蛮坚定的 我们好像正番狂 因为其实 这个应该是一种责任跟传承 其他讲的这些其实都发生 奶头破了很痛 然后呢带孩子半夜发烧 林林总总老实说 你如果去把这些全部列出来 没有一个女人敢生孩子的 然后包括其实有很多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怀孕了 然后呢赶快 赶快卸货吧 卸货吧 可是你会发现 卸货当下 之后没多久 你就想说 如果可以塞回去多好 你塞不回去 此时此刻 我一个朋友现在正在待产 此时此刻 比方说你会想说 那赶快走吧 然后呢赶快走路吧 然后呢赶快怎么样 可是你会发现 永远烦恼不完 包括我女儿现在 已经高二了 要念大学 那你会后悔你有生孩子吗 其实我到现在 老实讲 我不后悔 因为你会发现说 原来这个过程里面 当她可以跟你聊天 逛街 分享心事的时候 你会觉得天啊 我真的还好有这个女儿 还好我走过来了 真的听到身边很多朋友 不管她婚姻好不好 甚至离婚 她说甚至他们最庆幸就是 幸好我有一个小孩 对 像我就觉得 可以不要有男人 但是一定要有孩子 这是我的想法 很多人可能在你这个年纪 说我不想要生小孩 可是她四岁 她现在变得非常想生 这个例子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所以人的心态会改变 对 所以你有没有做一些 我有跟我妈讲 冻卵吗 冻卵 没有 因为我觉得太贵了 而且你知道那个 我有去研究 我有大概研究了一下 冻卵基本上要二十万 没有那么贵 卵只能冻十年 然后也不见 超过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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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也不见得你的卵 可以健康到能够 大家都去熟问过我的妈呀 我觉得你可以冻一次 其实没有什么用的 太年纪 对 她如果年轻的时候冻 她的科数可以比较多 其实科数也不是重点 不是重点 你怎么会那么冻 因为我冻卵啊 你有去冻啊 我有冻卵啊 对啊 我也是在 你那么小 我哪有很小 我也是三十多岁去冻的 对 而且我是被医生 她的科数很多啊 没有喔 三十多岁已经不多了 其实已经不多了 你看每个人的体质 她是那种很高级 你以为不会有人 结果人超多 好 然后你可能一间这样黑布 你就在自己里面 它会打针之后 它就会少嘛 对 然后隔壁就有别的 然后你就会听到 譬如说像我嘛 她说这大概十颗 筛选下来可能几颗 对 隔壁是四五十颗 六十颗 好的就算了 应该是二十五岁去的 对 然后医生讲话都很直接 他没有讲不对 可是我真的在后诊室 因为我很怕打针 然后我一个人去嘛 在里面就哭了打给我妹 怎么办 因为医生就会说 就是接近开始老化 所以你如果有办法 你一个月不用打针 你都可以有一颗到两颗 对 你就什么什么 然后你就会觉得 那时候当下觉得你好像 还有危机感 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是什么都很不好了 什么什么 然后我妹就说 你现在要生了吗 我说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要在那边 你为什么要这样哭咧 你为什么要花钱去被骂咧 好理性喔 对啊 为什么要花钱挨骂 对 因为那还是要麻醉啊 对 要麻醉 可以不要麻醉 因为我有就是认识的艺人朋友 是没有麻醉 但是他还是建议我麻醉 但是后来我的妇产科医师 又跟我讲 他就说 你如果有这些钱 我觉得你得去捐出去 因为你即便你存了一百颗 不会中就是不会中 对 如果你有一颗 你有这个缘分 会中就是不会中 所以他说是一个买保险的观念 是啊 他其实也没保险啊 而且最主要 其实不只是卵子的问题 还有子宫 你公主就 买着哪一天 如果你遇到心爱的人 他有个机会 如果没有就是零嘛 对 买一个机会